下一位 City Media 請進 City Media 今年幾歲 是哪裡不舒服 這樣子啊 那你先去外面那個 繳個健保費 大概是285,325塊 這樣 好啦 哪裡不舒服啦 有什麼問題 趕快問 現在就是希望我的妝髮可以 趕快完成 然後不要有任何意外發生 例如 Spray噴到眼睛之類的這種 不用開玩笑 因為這幾年的潮流 其實沒有太明顯的變化 所以在典禮方面 都是以乾淨為主 然後會做一些鬚鬚 那我今天的服裝 因為裙霈比較膨 所以我就不想要做太多複雜的 所以基本的底是整齊乾淨的 然後鬚鬚做一點變化這樣子 所以這幾天就開始很難睡耶 最近的夢境都是什麼 最近都沒有做夢 最近都沒有做夢 但是就是睡不深睡不熟這樣 然後一直在反覆的 演練如果上台的時候要講什麼 然後我怕自己忘記 怕自己腦子一片空白 等戲的時候其實不需要再做什麼功課 所以不會緊張 因為功課都在前面 你知道已經準備好了 當下拍戲的時候 當下就是感受當下 所有的變動狀態這樣子 跟對手演員給你的東西 所以已經不用什麼特別準備什麼 那現在就是很多的Lily Coco要準備 然後就有點慌張 可是每一次紅毯我都是這麼慌張 似乎也沒有進步 只要紅毯前就是這麼慌張 哎呀 比較不一樣的是這一次 就是我要出發之前 我有躺在床上 然後跟自己喊話說 蔡淑貞你今年就是要 很享受當下 你不要再緊張了 你不要再怎麼樣怎麼樣 就一直調適自己的情緒 接觸演員這個行業的時候 就一直開始在幻想說 自己這一路我會走到哪裡去 但我想的是想到好萊塢裡面就 就想得更遠這樣子 更不切實際 但 現在有的東西是我真的之前沒有想過的 我不知道這一切會發生 然後我從表演裡面得到的東西也是我從來沒有預期過的 就比我想像中的多很多 非常多 就是對我人生的改變跟我整個生命都因為這份工作變得很豐富 我覺得自己滿幸運的 事後hashtag 紅毯第一媒hashtag hashtag hashtag 村裡來個暴走女外科 這樣子 這三個 我認識你 我是一人的 也有 找你 這一點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